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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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上星期节目刚刚介绍完三青山 你有没有去过龙虎山和三青山? 我去过龙虎山 龙虎山是不是茅山那些? 不是 是度假 是将天师证一度 好了 好了 我去做成心 我主要是今晚能不能够夺冠 何思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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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山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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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男一女 看到吗?赞山咸 咸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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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问何思培 去案上是有缘的 但未必是这样 OK 但也有机会是这样的 是吗? 少 少 但银铜都应该有 银铜会得 OK 希望去得 好了 OBEC 这间是澳洲特色为主题的连锁餐厅 但它是美国公司 那今天宣布 8月4日 即这星期 它会生9间铺 生9间? 是的 只剩10间铺 OK 亦都会 金铃侯行动之后 OBEC的OBEC Stakehouse 在香港剩10间门面 港岛 九龙 各有2间 新界和尼岛 有6间 还有10间 那我们先看看 今年是OBEC 进军香港25周年 如果25周年 即是1999年 OK 来香港 第一间 就是在中环娱乐行 3800尺 不是 今年4月中 4月中 在中环娱乐行 开始3800尺 第19间分店 开了 但事隔三个月后 就突然宣布关9间店 说话 今年4月 我们分析 你就开第19间分店 3800尺 就是4月的时候 他还是某程度看好香港人 好了 他公司就说 今次的行动 应该审讯考虑 作出一项艰难的商业决定 他说 考虑市场现况 營运成本和策略方向后 得到的结果 那 他们就说 这个决定 不反映管理团队 和员工的付出和专业 他预计300名 员工会受到影响 承诺 会对受影响的员工 充分的尊重和关怀 另外 奥备 我不知道 这家店 steakhouse旗下的汉堡包店 库舍叫 Oxygrill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应该这么读 Oxygrill 就在去年12月宣布结业 全面撤出香港市场 2019年进军 短暂四年就 画上句号 他outback的 名字 由以前的岳鱼先生 1986年 有套澳洲电影 大热的荷里活电影 岳鱼先生 岳鱼先生又令到 高志生和许冠文 他们当年 拍了一套合家欢 合家欢好看的 那个灵感 那我怎么不说 你如果用个分析 就是他今年4月 那时候的现况 其实也不是好 但是他 这样就令我 结合了近日发生的事 就不那么多了些担忧 不过我们留港 建港派就不害怕 为什么呢 这些美资公司 今天这样宣布 会结束这10间 是不是春光 水鸭先知 闻不到一股味呢 对 对 对 不过 不过 买到浅味 是不是会 记得上个星期 在乌克兰 总 外交部长来的香港 和李嘉超 聊天 叫他不要做制裁俄罗斯等等地方 反制裁俄罗斯 北韩这些地方的桥头堡 李嘉超就没有答应 又说什么香港是什么自由 是的 会不会是 有人知道香港 将会受到外国势力的制裁呢 包括银行 你卖东西给俄罗斯 有金银行 是的 就是这些 甚至乎进一步 去到 因为当女士 是中国的一部分 说完血鬼 我不知道 我也不懂 但是 你说如果拜登 现在正如民主党 正如这几个月里面 会大动作一些 而迫使 因为特朗普 他又说 一日搞定 这一样 而迫使 俄罗斯 要怨化呢 或者要完结这一场很大战 在特朗普上任之前 不要被工奴去拿 又或者 令特朗普 都一定要跟回他们 工作流程去做事 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说 看完这样的 OBAC这样的突然间 结业的话 这些未知公司 那我们在香港 投资的人要小心 更加小心 虽然我们 在今年年头 我们又问过一封水后 会不会出现那些 那么戏剧化的改变呢 在金融上 那你就说 不会的 太戏剧化 就一定不会的 它会逐步 逐渐这样下 即是太戏剧化的意思 即是 好像升级机脱卦脱纜 那种 即是说 说具体的 说完脱卦 那不会突然说脱卦 一定有些先兆 那如果这个 是不是先兆 应该是 好的 阿侵都已经是先兆 唉 唉 好了 今天有两宗谋杀案 一宗是慈雲山谋杀案 情杀案 我觉得最无聊 有什么事 都要杀人 自己都拘捕了 OK 知道这宗是什么 这宗是什么 46岁女人被发现 倒闭在慈雲山的华基大楼 怎样发现呢 家人进去破门发现 原来是这个女死者 拍了一年拖的男朋友 就跟女死者公司 说 跟女死者失去联络多日 于是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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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呢 后来呢 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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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元 only 行了,你不太想想一下 給別人吃炸 不不,我先給你喝 我喝過了,實好喝 這是什麼湯? 這是什麼魚? 這是汁魚 嘩,好一點 和家裡一樣 是媽媽的味道 加什麼? 加雞肉 媽媽的味道 這是媽媽的味道 我都說了,以後我不會煮魚湯 譬如我要煮魚湯的話 我就用這個 來加東西 自己加 譬如我 我煮鹹魚頭豆腐湯 我煮鹹魚頭 煮豆腐冬菇 因為魚湯是到底 我之前在家裡怎麼種呢 我就放一些皮蛋 和芫荽 謝謝 還需要買石醇 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喂 其實我打算做什麼呢 番茄 番茄薯仔魚湯 對 這個是不是媽媽的味道 完全是媽媽的味道 喂 我煮鹹魚頭 哇 喂 這個食情味是可以 感覺你是可以和我兒子說 媽媽熬的魚湯 是啊 很美味 所以這個呢 我呢 它一包呢 你再冷再冷那些是怎樣呢 什麼都不要搞了 什麼都放進去 加點水 其實你想濃一點 可以不加水的 你想淡一點 你不怕的 你就加多點水 對 嗯 哇 真是媽媽的味道 不是呀 這個要 我覺得 這個豆腐很滑 那個豆腐 你是街市的豆腐 嗯 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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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香口味的 都是日本豆腐 那裡 怪不得 好客觀的味道 哎 不要說了 搞到我現在 有些馬上想起 我四季老母 哈哈 只是33元 那裡才離譜 不是呀 照過 照過 好甜 但是呢 又想不停 但是呢 這是我的格式 我一陣子一樣會吃飯 但是我已經很飽了 你很飽 你還吃飯 還有油風鴨腿 還有油風鴨腿 你還吃飯 不是呀 因為 下班都要喝一杯野利茲 不過不到時候才算 或者我去 喝一杯奶奶茶 那時候 好了 另外這件事來補了 各位網友 哇這些事真是離譜 光天化日之下 光天化日之下 那些人是不是這麼無性呢 還是錯手呢 但是 喂 我們這麼大個人 你都有 有 真的有輕重的 那話說 昨天早 左東道發生了這個命案 一名33歲姓鵬的男子 昏迷倒臥於秘利金街 61至63號門口 宋縣後證實不治 說我每天都不說 我當然很熟 警方調查 警方調查 用謀殺 和協助罪犯 拘捕了五人 年齡介乎 32至56歲 OK 據悉 死者 和其中一名被捕的40歲男子 是同屬黑社會的同門來的 OK 案件呢 相信是 只牽涉及 遷涉到死者和施襲者的過來恩怨 老實說 即是兩兄弟兩老表之類的 那些事情 吊你老母 我一定很快 我做完這個節目 稍後我一出門口 不是被人打 就有空收了 因為我們的節目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 真是江湖中人 聽的 這樣他會報料給我聽 究竟是誰 什麼家事 什麼事 我看見 你們要吊了 什麼事 要不需要這樣 搞到自己很麻煩 傻了嗎 警方在昨天早上6時收到報道 經過調查之後 反映 認為案件有可疑 就派完到場 用綠色帳幕 即是三角形的綠色帳幕 就蓋住 市主倒臥的位置 和證物 跟著呢 就在市主倒臥位置 旁邊的樓樓樓梯口上去調查 鑑證科人員到場協助 現場消息說 上指的其中一個單位 懷疑是毒品的飯堂 來的 有附近的商戶閉路電視 拍下事發經過 顯示凌晨2點4個字左右 一名白衣的男子 在街頭上用錘子 在20秒之內 狂撥市主12下 這個動作呢 你這麼大個人 你沒想到 你不知道他輕輕重的 好了 又行人路一道 撥他 跟這個市主拉扯 又行人路 拉扯到馬路中間 好了 白衣男 打完人之後 仍然屌殺對方 然後呢 拿著鎚 就向保寧街方向離去 好了 原來他們兩個之外 一直有一個 同行的長髮 女仔 等到白衣男走了之後 就蹲下問事主的傷勢 好 事主呢 負傷在馬路中間 大約7分鐘之後呢 就自己走上唐樓 這麼厲害 是啊 直到三個半鐘頭 即是清晨六點鐘左右 又見到有幾個人 將他抬下去 樓下行人路 有兩個女人呢 先後為他進行心外壓 急救 救護車呢 五分鐘後 港底現場 即是說有人在上面 慢慢慢慢 越來越嚴重 惡化 OK 那跟著呢 他們就叫白車 同一時間 就將他 搬定到樓下 嗯 在樓下就已經和他進行心外壓了 是 好了 警方今早呢 即是昨天那件事 今早做案情簡報 就說 警察呢 在早上六點接報 報稱 死者倒外在比利金街 六月一至六月三號門外 當然送去QE 7點20分證實不止 初步檢查發現死者後腦 至少有兩吋烈痕 分別是兩厘米和四厘米 至於死因呢 嚴死後才知道 警察說 警察相信死者是 秘利金街 一個非法搗檔的主持人 那 死者和案中一男兩女被捕人呢 是朋友關係 是嗎 而死者呢 就和 啊 教祖時候 即是打他那個男人 是有職員 懷疑 有人懷疑 死者搶走 打他那個男朋友 呃 呃 的女人 呃 即是說呢 被捕人呢 即是打人的那個人 有個女兒 就被這個死者搶走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昨天一男一女呢 兩點多呢 就去非法賭場 就找這個死者 嗯 接著三個人落街 講訴 如果這樣講呢 就應該是 有個女兒 就和這個 這個 怡空 嗯 在拍拖 是的 但是呢 似乎這個女兒 就抹她 嗯 就搭上那個死者 是 死者呢 就是比利金街附近一個 大當的主持人 是的 昨天 這條 兇手 就說 我不想你 你老母 於是乎兩個人呢 可能呢 就找到這個 新仔 這個話事人 賭檔話事人 出來講訴 好了 誰知道講訴期間呢 這個怡空突然間 從後 找個鎚 激死者後腦十幾次 接著就逃離現場 現在的空氣呢 就丟了 給利金街的垃圾桶 死者當時仍然清醒 不要吵頭 回回賭檔 直到早上六點鐘左右 感到不舒服 好 於是朋友呢 就叫他送院 好了 昨天下週十二點五十分 警隊先在油麻地區 以謀殺 拘捕一名 本地 32歲的 無業女子 相信她是跟 死者一起下樓的 而現在調查她 究竟是跟施襲者合謀 謀殺她 還是怎樣呢 另外區別當 兩男兩女呢 改兩男兩女呢 警方就懷疑 他們是 知道 被捕人犯案之後 即是突然那個男人 協助被捕人 逃離追捕 所以用協助罪犯 罪將他們拘捕 不過 我相信案件 只是死者和私人 施襲男子 是個人恩怨 無證據顯示 案件和黑社會同學非法 都當有關 又是感情事 是 慈雲三個蛋 又是 我們從八字名上 看不看到 那些人是 禁忍行救的 真是會受為情困 這樣 情困呢 就有情困 因為那個人 譬如你說 那個人 因為情困 這次好像那個 賭檔 那些話事人 如果他有死相 就知道他會有劫 但會不會 是否真的為情 而被殺 就真的不知道 為情殺人也好 是 也好 好 休息